看片之前記得訂閱如一 YouTube 有你們的支持我們才能走得更遠 我的頻道是一間新加坡製作公司他們擁有的 他們是負責選案件的 他們就沒有選中這個案件 我想不如這樣吧 今晚反正有講了 不如在這裏講吧 滿足大家的好奇心 因為始終我都認識了歐陽炳強 我都很深入地講關於他案件的事 雖然《危險人物》第一集 我的第一版第一集 比較詳細用了八千字 都在講止合床詩案裏面 有什麼疑點和我的看法 但是這樣講 我想今天應該是第一次 好像未來都會出版新書 是 本來今天為何這個講座 就是為了新書而做的講座 但是新書最後我都不想太講了出來 因為我發現了我想要多些照片 而有一些舊報館 他們現在就不存在 所以我變成找照片比較困難 我需要一些時間去找多些配圖 還有我想再整理一下 因為通常你自己寫的書也好 作文也好 你越看越覺得不妥 你又想去改又想去改 所以我先去改好了 然後就不要特意逼著時間趕 到年尾出 但是因為今天的講座時間 應該是一年前已經訂了 變成不可以改期了 所以我今天也來 這本書是《危險人物》 你是不是也想著一直寫下去呢 希望可以一直寫下去 我有精神有時間我就會寫 因為其實上一集已經過了一段很長時間 大家都在埋怨說沒有新書出 所以今年會出13 或者很快就會出14 為什麼會突然間這麼多產呢 原因都是因為我有《危險人物》2.0的頻道 所以我要做很多資料搜集 那你做了講出來之後 那個故事講完之後 你可以用一些資料寫出來 因為你會發現 你看電影 和你看書是不同的 很多人都說看書會比較害怕 因為在看書的時候 你是加了你自己的想像力 所以其實我覺得 不做文字也是很浪費 我想做一個文字版出來 就是這個原因 現在多了一個頻道 是不是也多了很多人 問你的法律意見 是啊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每一天其實都有很多的電郵 有些甚至都不知道為什麼會知道我的電話 會WhatsApp 有些就會在社交媒體留言 但是我想他們可能對我的期望有點大了 還有事務大小 譬如說買了一個雪櫃 雪櫃壞了 也會來問 怎樣去消委會投訴 有些就申請一些雙殘車位 申請不到 又要怎樣去申請 有些是遺產承辦 總之什麼都有 但是 這個就 又說回一個趣事 我很記得 我以前是做電影明星的時候 有電影上畫 有人來問我 有沒有免費戲票送幾張給我 那我就怎樣回答 幸好我不是做電視藝員 要不然我不是要送電視給你 那 就算我是律師也好 我不可以免費地去為港大市民服務 那很多這些事情 其實就應該找回你當區的區議員 或者是立法會議員 那些是受了薪 是幫你解決市民問題的人 那律師其實還有一件事 就不可以在社交媒體上答問題 因為我們有個保險的責任 我們有一個律師的專業責任保險 那如果我說錯事做錯事 你可以去告我的嘛 那我的保險就會賠償了 但是如果我在一個不適當的環境之下 給一些不適當的法律意見 保險不賠我就要自己賠了 那變成這些都是不行的 因為我的律師樓還有其他partner 那他不會容許我這樣做 而且時間上也不可能的 那還有沒有可能事務大小 什麼都管的嘛 那所以這個就是 那所以這個就是 以前Facebook都會不會有人DM 你向你求求了一些問題 你的追求率 忽然之間有得地的虛無問題 現在是忽然之間多很多 當然因為你曝光率高了一定很多 那以前都有的 不過有很多範疇的事情 都未必是我會有興趣做的事情 那還有有些人不需要找我 很多事情其實很簡單可以解決的 那有時候有些譬如很簡單的 譬如有些真的比較可憐一些 譬如說我是一個有父母過身 但是他們那個遺產是剩得很少錢的 譬如只是一個銀行戶口 很簡單的 那些我都會告訴他們 其實你可以去金鐘的遺產承辦處那裏 去做的 那些職員其實很好 他會教你怎樣做事又不用付錢的 那我會點條路走 但是因為我自己現在 已經是沒有辦法再管理我的社交媒體的事情了 那我先生他的家 就幫我請了他們的掌櫃 就是他們有個比較好的老太太 蕭太太 其實他現在所有幫我答問題 和我在社交媒體裡面回應你的那個人 其實都是蕭太太來的 以前就沒有說我是蕭太太 以前就是用我來回應 但是回應了兩句之後就回應不來 那現在他都會告訴你 我是蕭太太 我是翁律師的助手 那有什麼事 那有一些譬如是真實 他是需要請律師的 都會去經過蕭太轉介 但其實我現在已經是 法律方面我是半退休的了 那我就不想那麼辛苦 因為做律師是收買煩惱的行業 你給了一個律師費給我 你的煩惱是我收買了的 即是你用那個錢 把煩惱轉嫁給我的 我要幫你解決 那其實是挺煩的 尤其是你自己是上心的 你會覺得 譬如你接一個刑事案 你知道那個人是無辜的 你是根本是不眠不休的 那個人很上心去做 那我沒有多少條命 我真的這麼說 而且好律師太多了 你找一個多些時間的 年輕一點的 我想會更加好 但好像電影公司 也有些人找你 你只是諮詢一些案件 是 令你挺忙碌的 電影公司也是很多 尤其是現在奇案實錄 自從毒涉大狀之後 還有什麼 搭血沉煤 很多這類型的故事 很紅 很多人就想找我 想看看會不會有什麼題材 但這件事 以前劉師虎時期 我也經歷了不少 我記得 經常有人找他談劇本 他每天就要去 邵氏公司 要出電郵錢 請了所有編劇 吃飯 喝茶灌水 然後就寫了劇本出來 寫完了千辛萬苦的劇本出來之後 電影公司拿了之後 一下子就扔開一邊 就說不適合我們用 過了幾個月之後 你就會看到劇本改頭換面 又被別人拍了 所以我覺得這些知識產權的東西 在我們香港 尤其是編劇界 是很慘的 很多人被偷了一條橋 其實這是一條橋 而橋在法律上沒有版權 你的想法 如果你不是化成一種版權的東西 譬如你不是化成文字 音樂 或者其他東西 你這條橋被人偷了 就沒有了 所以既然我有這麼多橋 這麼好的橋 我想我也會留下來自己用 是不是 還有這些東西 都沒有給諮詢律師費 其實這樣說 這些是商業性質的東西 譬如你來找我做一些是免費的 而你找我做免費的東西 你是拿來賺錢的 你是商業性質的 那為什麼你要來找我笨呢 如果你說你不是商業性質的 你是慈善機構來找我做些事情 那又不同 大家都是為了那個公益去做 不要緊 但是你是拿來賺錢的 譬如有些經常來找你 我跟誰誰 生意的partner發生訴訟 可不可以免費 但你這是一個商業的事務 商業的事是商業解決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說拍商業電影 你是需要找人拿來賺錢的 那你的賺錢 那你的賺錢 其實就是你整件事的靈魂 那為什麼要免費給你一個靈魂呢 那你有沒有提出重金聘請你做顧問 那為什麼要免費 我不覺得會有人重金聘請任何人 現在第一 最好就是免費 是吧 我想你們都已經 你們都見過不少了 什麼都是免費 你只會拍照的 你也有很多朋友叫你幫我拍婚禮 拍完之後又怎樣呢 請你吃頓飯 但其實我想要尊重一個人 你的專業 譬如你是歌星 你就不可以叫那個唱歌人免費幫你唱 你是律師 你就不可以叫人免費給法律的意見 譬如你說你是律師 但我想你免費幫我煮一隻菜 我知道你煮的獅子頭很好吃 那又不同 那不是你的專業 那我剛才說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尤其是編劇這件事 香港真的很不受尊重 我們其實很多時候被人偷竅 他們如果是可以經常免費地去佔人便宜 更加就沒有人會給錢了 所以這件事 如果我繼續繼續免費地發放 我覺得對於真正是用編劇來過生活的人 是更加不公平的 我覺得我不會做 沒有啊 誰扮他 誰是Edan 我沒有看過 他們都好像挺保密 顏翠玲被我問了兩句之後 都已經不回答我了 他們其實應該是挺保密的 沒有看過是怎樣的 因為歐陽炳強的樣子 實在是太容易認 如果你要扮他 我想都要像他這樣 細細粒粒絲絲紋紋的 我稍後關於他的一些 再深入一點的事 我稍後就留下說了 但現在要拍他的電影 他家人和家屬 有沒有說透過你 可能會說什麼 這個一會兒要說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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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人 真的 一會兒告訴你 他其實已經和我失聯了很長一段時間 為何會失聯呢 一會兒再說一下 香港就是這樣說 尤其是他過了生 其實這件事要說一下就是法律的問題 因為如果那個人是在生的 你拍他任何事情 如果他出來以事實不符 影響到他 他可以告誹謗的 但是在香港 一個過了生的人 他就自動失去了 這個誹謗的名譽權 他沒有辦法去告 他家人也不可以去告 對於一個死者 他是沒有這個名譽權 可以告到誹謗的 所以基本上 你講什麼都可以了 現在 但是在中國大陸 是有死者名譽權的訴訟 亦都發生過很多這些死者名譽權的訴訟 那死了的人 你如果是講一些不實的事 他的家人是可以告的 如果你說到是國家領導 或者是先烈 那些更加不可能 但是這個呢 比較是中國特色的法律 我們香港沒有的 所以你說到家人呢 那家人都沒有辦法反對了 嗯 你再提到剛才中國式法律 例如說Edan演他的角色 如果演得有些過可 或者是有不同的 其實演員有沒有責任 我想演員是一個藝術 藝術一定是有添加的 是不是 他不是一個叫做紀錄片 如果是紀錄片 新聞片 你就不能加不加措 但是他一定呢 還會在後面加一個很大的字 就是如有雷同 實屬巧合 那這些都是比較基本的措施 那我想演員一定沒有關係 譬如我們有時候賣些樓盤 樓盤壞了 那你都不能去告那個 賣樓盤做廣告的人 那我想 那些觀眾應該都會明白的 嗯 那我想問一下之前 你Facebook的聯邦 收到一些匿名的DM 就說你會有危險 那時候發布了出來 那件事 你有沒有再收到這些 類似恐嚇 那些威嚇性的Dpressing 那一個在Facebook的收到 是阿蕭太太收到的 就說有人要偷我的靈魂 那蕭太太快告訴我 我覺得很好笑 那所以就放了出來 給大家笑一下 那說真的 如果真的可以用邪術 去做這些事情 那我想最怕的 都是各國的領導人 是吧 而你要去消滅誰 你不喜歡的政敵 那你就用邪術 那不可能的事 反而我相信 一個好的人 他還可能會有天的幫助 你就算刺殺他 你也可能未必中他 那會有很多 叫做 好的神明 或者天使保護你 那我覺得我又沒有什麼 做壞事 你看看我鏡子 我也是OK的 所以我應該不怕 但好笑就真的好笑